1 2 3 測試 好啊 就如標題一樣 最近比較多同事離職 所以 我要直接講出來 小廣 有一些話要對我說 請 請 請說 那就是我 我覺得我好像 差不多了這樣子 差不多往生了嗎 是是是 從這間公司往生這樣 就是我也在學習當老闆 然後很常會有這個 同事離職的課題 所以我覺得 每一次都是要 學習怎麼樣應對 那剛剛小廣說要找我聊一下的時候 我其實大概心裡就知道了 很難不知道吧 但是因為 我覺得老闆有時候自己也有 默契或觀察到 等於是其實我已經有先 給自己心理準備 那我有一個問題 上次找你聊的時候 你有覺得我是要講離職嗎 有 我上次其實也有在猜 結果我是專職 對 因為小廣之前有專職啦 因為眼睛比較不好 然後長期負責剪雷拉的片 也是花了很多的時間 心理交錯呀 雷拉的片不好剪 感謝你為雷拉頻道的付出 對 因為雷拉頻道 應該是從第一支片 就是你的負責 對 從一開始就是我 對 從一開始就是我 所以是有三年了嗎 超過三年了 因為雷拉已經去雷了 嗯 懂 大家如果有 想要找小廣劇 不管是做剪接拍攝或企劃的話 她都非常的厲害 要辦法讓雷拉的頻道 這麼多人看見 你就知道她是 非常注重細節的 因為她水瓶座也是控制狂 對 然後每次都被酷劍弦動作賣 欸 可是慢風出細活啦 還是有厲害的地方在 謝謝 對 那她是 早期的夢想是當導演 嗯 是啊 微電影好不好 劇本 劇情導演 但已經夢想破滅了 現在其實 來公司面試或是應徵 要做這行 我都會說 做這行其實賺不了什麼錢 但是 當你有熱忱的話 這個工作可以變得很有趣 我只是剛好運氣很好 可以當網紅 但 我們的本質其實都是在做影片 但你沒有剛好在影片中 找到激情的時候 的確就會 很茫然 非常甜甜她一定也是很好的 但你們心裡都是有有趣的靈魂 只是現在被成功了 現在被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疲憊感 你們好好的空白留給自己一段時間 你們會得到答案 像我沒有辦法給自己留白的時間 那我等於是被卡在 拍影片的這個漩渦裡面 所以她剛剛要跟我說 她說她開不了口 我就說 怎麼樣你就說嘛 你要做到下個月嗎 然後我就知道了 不然 我心裡就知道了 因為這次不可能是轉職了嗎 對啊 又沒有關係 所以你看得很開了 我看得很開啊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人工離職是對她好 對我也好 因為妳已經心態很累了 覺得工作每天一成一變 啊我一直要叫妳有熱忱 互相折磨 這件事就沒辦法達成啊 所以離職是對我好 也是對妳好 對甜甜或蒼蠅 她也是一種好 這也是我在告訴自己要學習 給妳成長 因為妳其實好的時候很好啊 對啊對啊不好的時候也很不好 不然就是有時候會亂罵人 我有時候會亂丟人啊 這太情緒化了 所以我覺得練習離職的溝通 還是很重要的 突然想要問妳一個問題 就是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會覺得離職是一件 讓妳可以看得很開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妳以前的狀態 不是這樣 我覺得有個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後來離職的人都知道 只要願意跟我好好講 我都覺得OK 怎麼講 我不知道其他老闆們 會不會介意這件事情就是 我明明知道這個員工 可能今天要去別的地方上班 或者是去我認識的朋友那邊 但是她對我說謊 我反而會覺得很聰明 喔 妳說她說我要去休息是不是 對 可是她明明就是去電影 或是去我朋友公司上班 可是她是去棒朋友那邊工作 但是 雖然說老闆跟員工當朋友 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我還是希望說 可以讓我知道 因為我要的是告知 所以我覺得後來 因為你們都會直接跟我說狀況 我就覺得很好 因為那天甜甜也是 她說她也是有點迷茫 我覺得這個是 我自己能力不足 沒有辦法讓你們到下一個階段 但是透過這支影片 我希望會有更多人來找你們 不管是你們之後 有沒有要做相關行業 或者是做企劃 他們的IG在這邊 如果你們需要攝影 我差點要哭了 然後你突然說IG 或者企劃或者是創意 公司的這三位人才在這邊 我們沒辦法讓你們賺大錢嗎 可是如果透過這個影片 用我們的名氣出去其他地方 我相信是很加分的 因為這個產業需要很多人才 而且我跟你說 你知道大家都說最難找的是企劃 你跟甜甜都是很適合做企劃的人 之後就不要再碰剪接啦 做企劃動腦賺錢還是沒辦法 剪接也要動腦啦 剪接也要動腦 剪接也要動腦但是 我覺得剪接投入的時間成本太高了 對 這件事情不可否認 還有眼睛會受傷 真的真的 那這三年好玩嗎 好玩 就遇到很多 我都不可能遇到的事 譬如說 我就陪雷拉進了兩次手術房 她什麼我都看過了 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太多了啦 有一次你罵我冷氣的事 你還記得嗎 是都不關嗎 你就說大家冷氣開太強 然後你就take我 因為我的座位後面是冷氣的那個 聊空氣 你就take我說什麼 冬天不要開冷氣什麼的 然後我就很不爽 因為我不是最早到公司的人 我就take了所有的同事說 請大家共免之 然後你就說 這什麼態度什麼頂嘴 老闆不能唸你嗎 什麼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的缺點就是 有時候會一個人犯錯 然後罵所有人 但是我後來 我不知道是我錯了還是怎麼樣 感覺你有軟化一點 因為那天你就坐到我旁邊 然後就問我說 欸你要去哪裏我 我要去流浪 然後你說去哪裏流浪 你就跟我聊一下有沒有 因為我都是兇完隔天 可能會覺得自己錯了 的那種個性 你看雖然我是老闆 可是我其實超常遲到的 對啊 你騙我昨天 你騙我昨天 昨天某人 後面有很重要的通告 然後他拍攝遲到一個小時 然後一來就說 然後來催我們 所以說 每一個單位都有進步的空間 那有沒有什麼 難過的事 唉 這其實不是某一件事 是一直以來的一個狀態 對 我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 我會覺得我做出來的東西 一定要是100分 一定要是非常完美的 它的效果一定要是非常好的 但是因為 YouTube這一個圈子 並不是我說了算了 所以有時候我做出來的東西 點閱很差的時候 我會為此感到很問號 就會覺得說我到底在幹嘛 我們自己也很問號 不是只有你問號 我知道你會更問號 對啊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剛來不久 你有跟我說 不用做到100分 只有60分就好 我最一開始真的是60分哲學 因為那個時候YouTube還不用 但現在YouTube是要200分哲學 以前是強調 常放完片就好 現在是要 精緻 非常精緻在精緻 而且不是為了發而發 要有意義 大家才會看那個推薦影片 那有什麼最開心的事嗎 就是認識大家 我覺得公司都很好 然後很有趣 這倒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 你很難在一個公司 就是遇到一些這麼契合的同事 我也待過其他公司 就是大家上班就上班 下班就下班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 多的對話交流 而且以前 待的公司 就是年齡層不太一樣 根本聊不到一起 他也沒有要跟你聊 那有沒有曾經看到哪一個人 讓你很興奮在裡面 欸等一下 我錯過潘瑋柏 真的是 潘瑋柏是我 從小到小喜歡的偶像 但是我進來的時候 你們剛好已經跟他拍完片了 很可惜 我做這行最興奮的是 我有遇過林俊傑 周湯好也很興奮 還有認識小景特 這都是我覺得 非常酷的經驗 這支影片就是做一個紀錄 然後也是順便幫大家爭彩 你們需要企劃的話或是怎樣 就可以找他們 導演導演 找他們導演或是幫你們拍偽電影 我覺得我最有自信的地方是 我在現場的掌控的部分 因為你都一個人出去就可以控場 真的喔 就甚至不需要雅芊 你知道一件事嗎 我是你第一 有史以來第一個女員工 真的嗎 其實我很難以別叫小廣 你知道嗎 是喔 你的真正名字是什麼 沒有因為一般大家都叫我阿廣 而且我那時候有嗜毒糾正 是嗎 你應該也叫我小廣 我說我叫阿廣 然後我連那個群組 這有感覺的群組我都叫阿廣 沒有 我一定叫三點 那今天就這樣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現在我只能說雙嗎 今天我是否真的有照背 太乾了 想要你在眾人面前 聽我大聲告白 抱歉 好希望今天你能陪我 好希望今天你能陪我